好紧张啊 生怕这一天都完了 我就倾家荡产了 一会儿摔院 万表流行力 天然书接机器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今天我们先说点万表消息 不管你喜欢表还是不喜欢表 你都会注意到 现在很多人拿超跑 拿名表 当做一种社交货币 说到社交货币 说到身份信号 大家很容易想到那个牌子 但是我要告诉你 罗杰杜比 绝对是社交货币里的硬通货 咱们玩高级质表 很多人对陀佛伦特别感兴趣 陀佛伦呢 它是在滑表上的发明 但是呢 搁在万表上呢 它有很多局限 比如说角度的问题 又喜欢陀佛伦 又需要突破陀佛伦的极限 罗杰杜比给出一答案 这是一款四个优势板伦的万表 分别在这几个位置呢 互相称九路夹角 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可以完美地克服了 陀佛伦的任何局限 也就是说 随便任何一个角度 它都可以完美地克服 陀佛伦的极限 最逗的是什么呢 它听起来像跑车的声 听到了吗 它是一款分别成九路夹角的 四个游四板轮 然后它们中间有五个差速器 这两个板轮之间 有一对差速器 这两个有一对差速器 中间还有一个差速器 五差速器 很神奇的啊 完胜陀佛伦 黑山蜜的做不出来吧 罗杰杜比的王者系列 星际落空 这个陀佛伦有几个特点 一个是呢 这个表在表圈啊 链带啊 甚至在加板和陀佛伦加板上 都有相转 这个太神奇了 表壳链带啊 和表圈都是复合碳纤维的啊 能想象一下 在复合碳纤维上相转 有多难吗 这个是俗称了 Countouch Countouch实际上是 Lamborghini一款车型啊 这是一款传奇的车型 我最喜欢的 它造型呢 是首先在跑车界呢 创了一第一 过去都是圆润优雅的线条 但是Countouch是这个 叫低车身的 有棱油脚的线条 比如说 翼子版都是带棱脚的 这款表呢 是完美的 用了这个Countouch的系列呢 体现了它的这种 创新的先锋的精神 极心结构 还是这个双驼飞纹啊 互相呈夹角的托车 就好像V12发动机啊 这种完美的结构 转换在手表上的话呢 呈久住夹角的双驼飞纹 应该是跟它非常匹配的 这也是业界独一无二的 这个表的背面 就更像Lamborghini 跑车的发动机舱 买不到Countouch 可以买块Countouch的 罗地杜比 另外再说一下这个声音啊 刚才不是说 这个斯本轮的声音 很有意思吗 我感觉啊 这就听起来 就像Lamborghini Countach 那个V12发动机的声音 老有味儿了 这款表啊 号称是摩音三问 这里有几个点 一个是摩音三问 他就是讲了这个 撒旦和天使之间的转换啊 一种思辨的过程啊 先听这事啊 OK 听到了吧 他用的是魔鬼音程 这个是完全颠覆性的 至于说魔鬼音程给你带来的什么感受 人者兼人 自知兼职啊 但这是一种很颠覆的设计 除了这个以外呢 他这个加板上的一些表现形式也非常颠覆啊 比如说在3.33秒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上会出现666三个数字 这个666就是像魔鬼 撒旦和天使之间一样啊 在西方的宗教里呢 666代表是恶魔啊 魔鬼的意思 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呢 666又有很积极的意思 你看这就是天使和撒旦之间的关系 除此之外 在某一个时刻啊 这个地方会形成撒旦的一个头 这个地方呢 会形成撒旦的身体 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表呢 既有看头又有听头 这么先进的复杂功能 它还是自动上线的 你看它后边 能看到两个V型摆驼 这都是业界非常创新的 非常颠覆性的设计 说一个 这次表战里最便宜的啊 这款双驼飞轮 钛金属表格 表圈 真比表大啊 这个是罗吉杜比 王者系列 星际露空 双驼飞轮 售价200多万 怎么样 看到这些罗吉杜比 你有什么想法 这个品牌真是说是 做超级万表啊 这个概念太厉害了 这个hyper-horology 这个让我想起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大家拿这个高级万表 尤其是这个超级啊 顶级的万表 当作一种社交货币了 我记得我参加一个 下午茶的活动啊 有一个富二代 进来以后呢 把他那个名车钥匙 就放在这个桌面上了 哦 我们知道了 您开的是名车来的啊 完了这活动结束以后呢 我们说那个 我们出去看看您的车吧 人家说呢 我没开这个车 然后我叫了司机来的 真当货币了 所以呢 以后这种情况下呢 不如搞一个像罗吉杜比这样 比如说 Lamborghini Countach 这样的这个表带的手腕上 这个东西呢 就不会让人质疑 你到底看不开车来了 OK 罗吉杜比就先说到这儿啊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